機場捷運A7站的建案打得如火如荼 不過真的有像說的這麼方便嗎 我們今天不只要開箱 而且要實際搭一趟 測試看看 我們車中抵達A7站 從台北車站到A7 只要大約21分鐘 捷運帶動周邊發展 也讓房市戰場向南延伸 同樣主打低總價低自備 但建商訴求可都不同 若重視窗外風景首選景觀宅 出站到京街市 只要短短步行一分鐘的距離 第二個特色的話 本來是28樓蓋 百米的零空地標景觀宅 想買小坪樹 記得先看同層戶數 有多少避免環境複雜 每一個房型都是對方的商業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買到小坪樹 我只要去跟別人說 我一層有多目的一個部分 輕鬆連結雙倍 一站到達長庚生活圈 周遭迴避二字頭房價 未來潛力 專家也很期待 那A7他的做法是 因為我的房價相對輕盈 所以我長人的速度 一定比那個三字頭 四字頭還要來得快 那人長得越快 他的周邊的這個生活機能 他就會建構速度越快 我們的基地位置其實它位於A7的一個文教特區裡 那這個為什麼叫文教特區 主要是因為這裡未來的話有一個 文青國中國小 複色幼稚園雙語學校的預定地 文教特區是育兒家庭首選 無論景觀宅 學區宅 民眾也重視 格局運用 27坪的產品我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二加一旁的空間 從我們一進來你就會感覺到 相當的寬敞跟舒適 因為我們沒有做任何走道上面的規劃 那我們這樣子的規劃也是希望 手購或手換的族群 可以把每一分選都花在刀口上 不再被千萬房價壓得喘不過氣 同樣享有行程屋 但CP值更高 走一趟A7 讓你擺脫 無可刮牛